从原料采收到蒸馏存放 制酒过程细心谨慎 以传统工法为主 位于台中大安的酿酒故事馆 所酿制两款酒品 参加旧金山烈酒竞赛 获得亮眼成绩 第一次山赛也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有得到了一支是双金奖 另一支是金奖金牌奖 酿酒到现在我们一直秉持着 一个固态发酵固态蒸馏 的一个酿造的古老工艺 旧金山烈酒竞赛 堪称烈酒界中的奥斯卡奖 台中的酿酒故事馆 首次参赛就获得好成绩 台中市府也给予高度肯定 卢市长非常高兴 酿酒产业故事馆得到了国际大奖 是我们台中之光 未来的外宾来 我们都会拿这个所谓的 这个得奖的这些这个酒 当做市府来赠送外宾的这个奖项 来行销这个台中之光 台中市府重视在地产业故事馆 发展这家酿酒厂 也在这几年转型为观光故事馆 渴望让台中的大安地区 成为观光亮点 我们的芋头 我们的酒类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田野的风光 这我们欢迎大家 除了到台北的大安来玩 也要到我们台中的大安来玩 优质酿酒故事馆 是在地产业转型的标杆典范 现在红到国外成为台湾之光 让世界看到台中酒产业发展能量 三天新闻综合报道